第十二题,由实验结果可以做下列何种推论? 刚才的第十一题,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实验的操纵边因是水平板材料,应变边因是滚动距离。 我们做实验就是要了解操纵边因与应变边因的关系,也就是不同的水平板材料对于滚动距的影响。 我们看到了玻璃这个材料,我们滚动距离四公尺最大的,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摩擦力会最小。 因此第十二题问我们说,由实验结果可以做下列何种推理? 我们答案选的是B,小球与玻璃板间的摩擦力最小。